北加州慈祭圣友会在圣河西市的慈祭职业园区 举办了2013年感恩节的聚会 活动的内容呢 主要是幻圣前后的拥药须知专题演讲 另外还播放了肾病患者 医生、护士、志工们的经验分享 而长时间饱受洗肾所苦的病友们 透过了圣友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并肩对抗长期治疗的折磨 也重拾对于生命的热情 一首感恩的心 让台下不少圣友红了眼眶 为了维持圣葬的运作 不管是病友本身或者家属 都要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 去面对长期治疗和饮食巧养的过程 为了凝聚大家的力量 北加州慈祭圣友会在岁末年中之际 举办2013年感恩节餐会 邀请60多位圣友、家属及志工参与 圣病患者为了摆脱终身洗肾的痛苦 都会登记肾脏移植手术 虽然等待器官的过程艰辛又漫长 但是每个人都抱有一丝希望 也期待手术后可以展开健康的人生 为了让圣友们更加了解 幻肾前后的用药须知 圣友会特别邀请好友词、药剂师 为大家带来详细的讲座 让幻肾过后或者是等待幻肾的圣友 能够正确用药 让身体顺利不远 幻肾的圣友们 他会发酵这些药 药物太多的时候会伤害肾 但是你的药物不够的时候 影响到你的recovery 所以我会教大家说你要安全地吃你的药 所以你才会保护你 除了有精辟又专业的讲座 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圣友 分享幻肾后 维持健康以及不原之路的心得 并播放医师、护士 以及长期协助圣友的志工们 与病患共同对抗疾病的心路历程 活动中 此季合唱团不时以温馨感人的歌曲 不畏圣友与家属的心灵 主办单位也邀请圣友上台才艺表演 包括吹口琴或是说笑话等 让大家深深被他们的乐观所感动 透过圣友会的陪伴和支持 许多圣友和家属从中得到力量 也重拾对生命的热情和信仰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圣和希采访报导 美国圣友